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孔子论语 先进篇第七节,季康子问,弟子数位好学,孔子对曰,有颜辉者好学,不行短命死意,今夜则亡 实际上,这一节在前面的篇里有更详细的记录 在这可能就是祖宗在腾血,整理的时候的重复,无所谓 放在这,我们也把它当作一节来进行讲解 那么季康子就是指说季康家,然后一个大夫,问,问呢就是,门外面发个声称之为问嘛 不知道,问,那么就是讯问,孔子说,弟子,弟我们说过嘛,就是最早的是打来的这个猎物 活捉的,把他绑起来,慢慢的驯服,称之为弟 后来又演变成同辈之间比较幼小的称之为弟 你在这弟子呢,就是指孔子的弟子,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徒弟,孔子的朋友 那么,这个孔,其实呢,这个孔呢,就是和孔,孔了的孔是一个字 是指这个,把庄稼长成,称之为孔,可以收割了,或者是猎物,达到了,可以加工的储存,起来了,那么也叫孔 再后来呢,有火,烤,也好,蒸,也好,什么,那叫熟,经过加工的,称之为熟 那么这里呢,为什么用了这个熟,实际上呢,是水的错写 这主意当时,就到现在我们也是,南北,整个我们中华民族从南到北这个方言,各地各样都不一样,各样各样的方言 那么大家呢,当地交流萌萌的,他就是逐渐演化 那么,实际上这个现象也在告诉我们,这个,不管是正确的错误的,慢慢地走向完全相反的,就是这么慢慢演言,演变 你要说这个中国这些语言,那么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大家南方听不懂北方,纯北方,纯北方听不懂纯南方 但是呢 在这个从南到北 或者从北到南 逐渐变化当中 他心里人都能听得懂 是逐渐演变的 所谓的凡者道之重 弱者道之用 慢慢演变的 那么这些也是 就是水和熟 讲来讲去 就讲不清了 所以熟也是水 水也是熟 那么这就是后来演变成 我们现在这个文化 文字的含义 就是熟 这个地方就是水的意思 的一种演变 那么为 有目的嘛 就在这里就是 是的意思 好我们说过嘛 就是女人生孩子 称之为好 所以后来又动词 好喜欢 学学就是把 信息知识和感知感悟 从外界拷贝到 自己的脑子里头 作为自己的这个 信息 称之为这么一个过程 称之为学 那么 孔子被曰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 孔子 好 孔子 或者子被曰 孔子呢 实际上在当时 恋性称呼 实际上是不尊重人的 这无所谓了 那可能是后人 那子就是孔子 往天家上去的 其实也不重要 反正就是孔子 当然了现在恋性 带名称呼 其实呢 也是有一种 也不尊重的 但是没办法 你要叫他名字 要恋名带姓称呼 那没办法 那么 无所谓了 就对 月 就是回答说 回 月 有延晖者 有个叫延晖的人 好学 他 学 这方面呢 做得比较好 不管是从古代传承来的 还是从魔物传承的 他有他的理解 那么确实延晖在孔子的 这个心目当中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学者 哎 做人也做得不错的 那么后面又会有论述 因为这个论语里又单独一篇 哈哈 延晖篇嘛 那么说不姓 短命 姓就是指 巧合 我们今天的话 就是该发生 没发生 不该发生 都发生了 称之为姓 不姓 就是不巧合 因为这个不姓和姓实际上都可以说 那不姓也可以说啊 姓也是 也可以说 姓而如何 或者不姓如何 都一样 只不过大家有一种 觉得姓呢 是指好运气 不姓是指不好的巧合 这个不管是姓或者不姓 都是指巧合 大家慢慢去品味 只不过由于我们加入了我们自己的这种观念 从某种程度上讲 就站在自己利益上 自我 自私的方向去考虑 就会有好与不好 姓与不姓 那好的啊 叫姓而 不好的叫不姓 实际上大家现在就是这个意思 那不姓呢 就是因为延晖 死掉什么 短命 短就是一长一 一个长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短的 祖宗就画那么两个东西和二差不多 命就是人的各种啊 吃喝拉撒睡 睡觉吃饭 各种动作 称之为命 这人到这来就是命啊 命到了物质之间 那么称之为命 就该做的 人不管是 你想做不想做 就是你要做的 就是指命啊 物质之间里都称之为命 死而不枉着为兽啊 死了 但是不会消失的 那个才是兽啊 兽是指无形的这个命啊 命是指有形的兽 这个意思 死死人不动为死 你都不能动了 什么不动呢 四肢不能动啊 肢体肉体不能动 那这是外在的 内部的呢 眼不能扎 鼻子不能喘 耳朵不能盯 嘴不能说 胳膊腿都不能动 脖子不能扭 腰不能缠 还有就是 心脏也不能跳动了 这个脑子里头的信息 也不能被抽取出来了 这都也都属于送啊 也不能几近动面了 那么这就不能动了 就是死 那么说明呢 就是 颜辉啊 不幸不巧合 不幸不好的巧合 反命 在物质世界的 里面呢 这个 寿啊 短 死了 今 今就是 现在 我们今天叫当相 也 则王 王就是指 没有了为王 两手空空嘛 没有为王 那么现在 再也没有了 那么 这一些呢 其实 我记得在前面 永也 骗吧 应该是永也 还是 也是 静康子问 谁好学 孔子也对约 有 延辉 还有一个什么 叫 不前怒 不二过吧 其实在这里都少了 那么意思呢 前面我都分享过 只不过在这做一些补充 当然了 要讲太多 要仔细的去讲 每一个 也确确实实 要讲的很多很多 每一点都可以切入到我们宇宙人生那里头去 那么 既然我们就是分享孔子的论语 在这就跟大家 这一节就分享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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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